我最大的遗憾就是那時候還沒靠車票 你孫子也不大 買一個那個電瓶器出來就老頭嘛 看那個開那個沒有 啊我看到沒有了 四個輪那個 現在正年還近點 我剛才還開 那你說是那天買那個電瓶車 那就是 那幹啥現場就要賣車 漂亮大媽來鄉親 看得大眼 兩眼發光 不但主動換房買車 經濟大權也是全部上交 究竟是怎樣的大媽能讓大爺如此瘋狂 天空一聲巨響 大爺閃亮登場 都說銀靠衣裝馬靠矮 有沒有私利打開衣櫃就知道了 紅娘打開衣櫃也是愣了一下 這貂皮大衣都兩件打底 看來大爺這實力不數啊 貂整俩啊 那個貂有點肥 我就買個小一點 平時就願願逛街 願逛街 我現在花錢 花完錢可痛快了 咋花完錢高興啊 高興 哎呀 那能不能攒住點錢呢 多少有點 那沒點存款 這哪是天天略業的 那花錢是不是也得分花在那高興呢 反正都花四個家子也沒花別人 那比如說平時給自己 我今天吃也吃完 大爺這是引老心不老 別看年紀一大吧 那也得把自己熟識得利利所所 其實咱大爺年輕的時候就愛打扮 現在年紀大了 但是這愛美愛打扮的習慣 可是一點都沒改 說起自己的擇偶標準 大爺心中早有了主意 這次再找老伴有沒有什麼要求啊 沒什麼要求 你有醫保任務 別的不要求 其實你對年齡這塊其實挺有要求的 年齡得六十歲以下 太大了 你不能找事太大了 咋的呢 太大了 醜 我也不一定 這玩意很根據演員 就是說白了想找個長的年輕的呗 對 醜的都彆扭 你咋生活啊 那生活吧 年紀大的不能找 還得符合自己的演員 否則一切都白談 咱這妖產萬貫的實力 想找個年輕貌美的媳婦兒 不是也很正常 天空兩聲巨響 大媽閃亮登場 真是唱戲的躺眼淚 可歌可泣啊 上班時間 哎呀 我這是 這些年一直都沒聽戲 一直在上班 說以後有個老伴穩定了 那還能再上班的呢 那就看看吧 是不是啊 看看兩人處到哪呢 你看看這男的貪不貪財啊 人家心情貪財 你得上班吧 那我借著上呗 是不是啊 人家男的說不貪財 說你別幹了 我能養得起你 那咱就不幹吧 是不是啊 那你自己 自己更偏相於啥樣呢 哎呀 啥說呢 可您還是願相輔 是不是 您嘛 到今年中段了 指定式了 給您打工吧 受人管制 是不是啊 總害怕人家說咱們 各個都自覺 畢竟是打工 對呀 你要各個呢 就是不上班了 各個陰性啊 沒人說沒人管呢 在人家 害怕人家說 就得行 好好幹吧 別人家說咱們 就是這麼想的 這要找個老伴 咋這也是自己家 也自己說 對呀 促好了都想過後半生 想找一個就是說 第一 飲品必須得好 是不是啊 你砸有錢 砸我的飲品不好 絕對不行 第二呢 想找的是 結婚過後半生日 因為啥 領證必須得領證 過後半生日 必須得有職人感 是你有病了 我能吃過你 我有病了 你能照顧一下 要不定化你打火工 是我在這邊 我跟你過的 我在這邊 還跟別人處了 那你還 那找得有啥意義 媽媽辛苦打工了半輩的 如今也只是靠著 微博的工智 過著緊巴的生活 現在只希望通過相親 找到一個飲品好 經濟條件好 願意養著自己的老頭 愛媽 大爺一看到大媽 笑得嘴都喝不上了 這口水都快流出來了 說起自己的愛好 大爺也是坦言 自己愛吃 愛花其他啥都沒有 大媽聽了 也是相當滿意 畢竟咱大媽最討厭的 啥錢跳舞 大爺是一樣都不賺 這沒聊幾句 大爺就把自己這 4000塊的退休金 全都吐出出去 甚至還主動上交了財政大權 真是小馬酸在大樹上 牢靠的不得了 你最愛好啥 我最愛好 放棘 花錢 別的呢 別的沒啥愛好 喝家願意停車 耍錢的 不會 不玩就玩 那真挺不錯 但會但不玩 跳舞呢 跳舞 那你就不用問我的 不良嗜好沒有 喝酒不喝 抽鹽不抽 那真挺不錯的 我就是挺討厭啥男人吧 第一話就是說第一是耍錢 第二呢就是說是跳舞 我這人特別守舊舞 沒啥好 像你是這也愛逛街 對 那我愛吃 就愛吃 愛吃 愛逛街 愛花錢 花錢錢能搞定 是不是 好像這倆有點共同點了 對 就花錢搞定 我跟我妹子 我說花錢洗得很痛快 大哥你公知多些 4400 不止 還行 維持自己沒問題 夠用 那再維持個老伴呢 那好吧 是 聽到說你個維持完了 到時候我這個 還挺尷尬 你弄的 公司交給你 你掌握 你掌握掌握 但是呢不能花帽 那玩意吧 這是過日吧 不能說是瞎花 得有計劃 是不是啊 隨便過日都有計劃 你這月花多了 你下月就少花點 反正我這4000多塊錢 你照著花 你把這一個月 是因為這指定花不了 這在我 我今天是有計劃的 說個提回的 沒想法 你就讓我4號就行 必須得4號 大媽這邊還說要攢一點錢 大爺那邊就信誓旦旦表示 不用攢 看來咱大爺也是家底深厚 不言也不會這麼豁達 果不其言 大媽還沒說什麼 大爺那頭就率先提出 要換個大一點的房子 這邊房子的事情還沒說完 大爺又開始計劃買車的事情了 這年輕人結婚才考慮買房買車的問題 到了大爺這裡 即使是二婚 即使已經年過半百 這該有的保障 咱也得有 有嗎 不會 我最大的遺憾就是 那時候還沒考車票 你孫子也不大 買一個那個電瓶器出來 就老頭買 看著開那個沒有 我看到沒有了 四輪那個 那邊沒多兩天 這個你能開嗎 那個我估計應該開 電瓶車我會騎 我現在正離還近點 我剛才可以開 你說是買那個電瓶車 那就是 那幹啥現場就要買車 不是現場買 這研究好天的 你不想獲得付款 我跟他說獲得付款可以嗎 藏牆要 你看這次說 這次完了咱倆再研究 咱倆要成功一下研究 你先從啥樣的 以你為主 以你從認為主 但是你必須得會開 你這家有啥事 你要我要出門 或者是我有個天天兵業 你開車就走的嘛 是因為要找老伴呢 所以才想買 跟這沒關係 就想自己買 對 跟這沒關係 這是二五千 大爺可不是說說而已 人家都已經看好了房子 隨時都可以下單買的 碰到大叔這樣的 誰能不迷惑啊 都說動嘴 那叫哄 動錢那叫醜 動嘴又動錢 那才叫愛 看來咱大爺這次 真是遇到了真愛了 真是誤鬼半走堵 憋不住笑了 大媽看到大爺 如此豁達闊起 也是打心底的感動到了 大爺那邊 卻是嘴硬心軟 自言自己 原本就有這樣的打算 絕對不是為了大媽 才好幾千斤的 大爺你就別解釋了 從見了大姐之後 你這嘴角 就沒有壓下來過 這真是過河碰上百度的 這不巧了嗎 成了怎麼還繼續幹呢還是什麼 看你的想法呢 能取一切還是想不出 對 我這心裡說這個說 那我希望你再處一站點 不是 那我就找這老伴沒啥意義了 那我也不 我就說實話 是不是啊 我也不能找這樣子 真是啊 那我還不如我自己了 你看我自己分錢 我自己花還提找這另一半 我還得送他 我還得出來奔波去 那我增加我的勞動量呢 我沒有退出金啊 我這麼想 我只能告訴你 我也不想要你花 你要多錢我不管 我也花不著 我也不要你 你自己留著 你各著樂著啊 我管不著 你就花我自己玩這兒的 我找這個 我也這麼想的 既然說是 我早是想結婚的那種 不是大伙伴的 不到你家想的 必須的 對呀 不登記我 咱們說是吧 不登記我幹什麼 不登記不登記我 我怕騙 對咱我也是這麼想的 咱也別說是一混二混 一混過得好為啥離婚的呢 就是二混也好 一混也好 就是兩人往一塊兒就想 說起兩人對未來的規劃 大媽之言 想找真心 是一結婚過意子的 大爺一聽 樂何了 我這也是這麼想的 兩人意見統一 就是要夫妻手牽手 與省一起走 紅娘真是哪壺不開提哪壺 人家大爺買的房子 憑啥要加大媽的名字 雖然大爺嘴上答應得好好的 心裡子不定不樂意呢 大媽也是立刻打蛇水趕上 自言大爺說到就要做到 這既然說了要加我名 那可不能說話不算話 紅娘這一句話 可是給大爺挖了好大一個坑 不過他們兩個自己樂意 啥都好說 好了 今天的相親視頻就到這裡了 喜歡看老年營相親視頻的朋友們 上點關注下點贊 幸福與你常相伴